欢迎回来我今天的频道 真的好久好久不见 我知道我自己停更了一段时间 也有很多朋友在instagram上来找我 就想说我是不是不跟视频了呀 为什么停更啊之类的 其实就是没有发生很特别的事情 只是我travel比较多 然后也没有很多时间去剪视频吧 就是我之前有就是拍好几只视频 但是一直都没有时间剪 所以我自己呢也不是那种很push自己 然后也表佛系的那种vlogger 所以我就也没有把那些视频给剪出来 但是之所以今天拿起相机呢 是因为我家里现在目前有两只猫 一只是皮皮嘛就是我自己的猫 另外一只呢是狗三 狗三大概会在我家住差不多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吧 然后我自己还蛮想记录一下这两个月中的一些片段 因为我觉得我家里好久没有两只猫了 不管是我之前帮朋友带猫 还是我之前自己养的另外一只猫 都是隔了很长一段时间了嘛 然后狗三的性格呢又特别的独特 它跟我之前养的一些猫都不太一样 皮皮是比较属于那种独立然后冷漠一些高冷一些的猫 但是狗三他真的就是一个小朋友 他现在差不多一岁多一点 所以他整个性格就是很活泼 然后比较易经于乍的那种吧 虽然我个人不是很喜欢这一点啊 然后最近呢他们俩在我家就是一直在不停的打架 然后我就一直在做调解工作 所以我觉得有一些片段啊画面应该还挺有趣的 这也是我为什么拿起相机的原因 然后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这周呢要去DU培训 真的是时隔可能两年多吧 就是疫情之后就再也没有去过DU了嘛 然后这一次终于又要去DU培训了 所以我也想简单的去记录一下 OK那我们就简单的做一个update 然后跟我开始这一期的视频吧 我们下期再见 哈喽 我刚刚呢去把这个自动喂食器给拿上来了 这个是给狗三新买的一个自动喂食器 因为就是他们俩现在吃饭 还是搞得那个局势挺紧张的 狗三呢是一个那种很疯狂的干饭猫 就每次那个只要一听到那个食盆开始落食物的声音 它就会飞奔而去的那种 然后皮皮它其实本来是一个吃饭很佛系的猫 但是它最近因为狗三这种很疯狂的干饭的这种行为 它最近也变得吃饭非常的快 然后很赶的那种吃饭 我就不想要他们俩这样争着抢着吃嘛 所以我想说还是给狗三再新弄一个这个定时的喂食器 这样我之后接下来这几天要去DU training的话 他们俩吃饭也会稍微好一点 那我现在就准备把这个新的喂食器给它装起来 然后我还要想一下到底放在家里的哪个地方 我们下期待看 我们下期待的这种猫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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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现在打算来给自己做一个午饭 今天中午打算吃番茄炒鸡蛋 我每一次吃番茄炒鸡蛋的时候 我都非常的开心 非常的兴奋 然后吃完之后心情都会很好 然后我不管是用番茄鸡蛋做汤 然后做面 我吃完的很开心 因为明天我要去DU了嘛 所以我今天打算一会儿还要收一下 我明天去DU的行李 大概会在那边待个两天半的时间左右 可能会有一些training啊之类的 OK那我现在要准备去做饭了 我们稍后再见吧 What's up, what's up, good girl Hello大家,我现在下班了,准备来收拾一下我明天要去DU的行李 其实这次去DU呢,本来就时间比较短嘛,就两天半左右 我本来想说要不然就背一个随身的包就好了 但是我后来一想我要背电脑,还要背电源什么的 就是感觉还是有点重吧 而且可能还会背一些本子之类的 所以就感觉还是带一个carry on比较方便 而且一般来说这carry on都是包的嘛 反正也不用另外给钱 那就让自己轻松一点就还是带一个carry on走 OK,那我现在就来收拾一下我去DU穿的衣服了 就是去DU我之前也拍过视频嘛 就是那边基本上都是要求small casual 就稍微正式一点点就好了 不用穿的非常的正式 而且现在晚上呢也会有一些social events 所以就感觉大家穿的会比较随意一些 OK,那我就开始收行李啦 然后我收的时候就突然意识到 因为现在不是大家都是work from home嘛 所以有很多我的症状的衣服可能都被我压在箱底 而且就是可能还需要运运之类的 所以今天这个收行李的这个工程量可能比我想象中要大一点 OK,好吧,我要去收了 大家,我准备出发去DU穿的衣服 机场啦 天还没有凉了 又是一个早班飞机 那我们Texas见吧 拜拜 拜拜 哈喽大家 我又来到了DU 然后这次分到了房间 感觉这个U还挺不错的 还有点水啊 枫叶什么的还可以哈 我现在准备要去 那个buffet吃点午饭 因为我们下午就要开始 今天的活动 今天的培训了吧 OK那我准备去吃午饭啦 哈喽大家 我现在已经换好衣服 然后我准备要去 开始今天的课程了 好像今天要到晚上八点钟才下课 然后才能吃晚饭 所以我今天刚才中午的时候在狂吃 因为我怕我下午太饿了 OK那我就要开始我在DU 繁忙的课业生活了 每次来DU 这个行程真的都排的非常满 明天早上又是八点钟就起来上课 OK那我们说后再见吧 拜拜 by bwd6 I'm only human What can I do To deserve you What can I do To deserve you You're always making fun of me Saying that my head's too thick I'm so good at forgetting All of the little things What can I do To deserve you What can I do To deserve you To deserve you What can I do To deserve you What can I do Hello大家好 你们有没有感觉我现在人看起来有点憔悴 因为我星期五就是回到家之后 星期六就感觉身体非常的累很疲惫 然后再加上我周六来大姨妈了嘛 我周六一整天幾乎就是在家 吃了就睡睡了又吃 一直在床上恢复 然后一直在床上躺着这个状态 然后今天早上起来我稍微感觉 好了一点 所以今天就打算再调整一下 明天要开始上班了嘛 所以你们可能看见我现在的状态 不是那么好 但是anyways 我现在呢就打算给大家来 少小的来做个开箱吧 也不算开箱东西 其实是我昨天收到的 然后我这次年末呢 然后在match fashion上买了一些东西吧 不算很多就三样单品 然后我昨天收到之后 就感觉还蛮不错的 所以想跟大家来推荐一下 因为我最近就是一直来 就是travel比较多 其实就是也一直在work from home嘛 所以我其实对衣服方面啊 就是购物上面的那个欲望 不是很强 所以我觉得我这次买了单品 我都觉得还挺喜欢的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首先呢想跟大家来分享 这个来自Isabel Mohan Itoy 他们家这个卫衣 这件卫衣呢是Isabel Mohan 他们家这个平价 先负线的一件卫衣 我去年呢就有买过Isabel Mohan 他们的卫衣 我觉得他们的质感啊 包括设计感 都是不输一些一线大牌的吧 叫性价比还蛮高的 所以如果你也在找卫衣类的单品的话 我还蛮推荐去看一下 他们家和他们家负线的 然后这件呢是他们家负线的一个 今年秋冬的一个卫衣嘛 它的配色呢我很喜欢 就是上面是这种有点浅浅的 带灰调的绿色 然后下面是有点像那种均绿色的感觉 可能会有点色差 你们从镜头里面看起来 但是它这个从中眼看起来 就是有点均绿色 然后上面这个logo呢是用的是 这种奶茶色的这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整个搭配起来 就是还蛮秋冬 然后也比较百搭的一个配色吧 然后这件V1的尺码非常大 我这件是一个2号 然后是一个应该是法国的34号 但是我上身呢都非常的oversize 所以我决定在里面可以去搭配一些那种 小高领的那种打底衫 应该也还蛮好看的 然后这件单品呢我自己收到之后 也是蛮喜欢的 我觉得应该在秋冬来讲的话 应该是用率蛮高的一个单品 既然说到这个Ispan Mohan这个品牌呢 我今年又入了一双它们的这个雪地靴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今年这个雪地靴的潮流真的是又回来了 不管是像Arg啊还有Acne Studio啊 今年这个雪地靴都非常的火 然后感觉很多人都是在拿它去搭配嘛 然后我今年其实也是有考虑过 说要入一双雪地靴 一是因为我觉得今年这个雪地靴 好像有点回潮的感觉 第二就是我12月份要去那个Solic City嘛 所以我想说去那么冷的地方 可能可能需要去买一双雪地靴 然后刚好呢就在打折的时候 我就看到了这双Ispan Mohan的雪地靴 我觉得这个配色呢 然后包括它的这个纹路 这个菱形的这个纹路 都是它们家一个非常经典的搭配 然后再加上我觉得在秋冬来讲 不管是你穿一身黑一身灰色啊 或者就是说一身比较素的时候 你去搭配一些像这种亮色系的单品的时候 就比较的出彩 然后这双雪地靴我自己到手之后 试了一下子也非常喜欢 它里面是这种毛茸茸的这种质地嘛 所以你可以说不穿袜子 然后直接去穿也没有什么问题 我觉得在一些不是很寒冷的地方 是完全能够撑得住的 然后它这双鞋子呢 我去搭配了一些牛仔裤啊 然后包括一些square pants呀 都是没有问题 我觉得上脚比我想象中要好看很多 所以如果你今年也是在物色雪地靴的话 可以去看看他们家的雪地靴 我还蛮推荐的 最后一个单品呢 是来自这个Ganny的牛仔裤 这是我第一次买Ganny他们家牛仔裤 我有在网上之前做了一下攻略 就说他们家牛仔裤就是非常极端 要不然你就非常喜欢 要不然就完全就穿不了 就是很失望 这种牛仔裤 我到手之后昨天试了一下 我感觉还蛮不错 唯一一个问题就是 裤长可能对我来说 稍微有点长 我可能会去改一下 是如果说你是穿着厚底靴啊 之类的 应该也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这个牛仔裤呢 它是那种直筒的板型 会在那个裤尾的地方 有一点点微辣的感觉 所以上身是非常的显瘦 然后显腿长的 我自己就是上身之后 会感觉就是说 我的腿非常非常长 然后这个效果我是非常满意的 但是从它的质感上来说的话 这个牛仔裤 会稍微有一点点硬 但是我这个牛仔裤 也是打折的时候买的嘛 我觉得以它打折的价格来说的话 然后从版型来讲的话 我自己就还是非常满意的 然后这就是我这次 在Gany买的这条牛仔裤 OK以上呢 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这次在Match Fashion上买的东西 如果我之后 在年末有淘楼一些更好的单品 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以上呢 也是我这一支Vlog的全部内容啦 希望大家还喜欢今天的视频 祝大家圣诞快乐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 by bwd6 by bwd6